台湾是无名的英雄 确实世界的支柱 千里而来忠心告白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感谢台湾最坚强的伙伴 不远千里公开宣誓 超委执行长苏兹峰强调 台积电是3奈米晶片的铁打兄弟 英特执行长季辛格奔赴来台 三号夜宴台厂供应链 合作临时差一个不能少 四号上午的演讲亮出了影片 同样点名称赞台厂好伙伴 5月底开始没有五穷六绝 只有源源不绝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超委执行长苏兹峰 还有英特执行长季辛格 AI科技三巨头齐聚台湾 发表主题演讲 这一头是共襄盛举的台北电脑展 而那一头呢 韩国似乎愁眉不展 韩国媒体忧心 AI这一仗韩国成了边缘人 虽然季辛格离开台湾后 要飞往韩国 参加5号首尔举行的 英特执AI开发者盛会 但是呢 他取消了为期五天的韩国之行 业界解读是清楚展示了 台湾韩国两边半导体地位的现况 韩国媒体分析 向来美国晶片四方联盟 美国 韩国 台湾 日本顶天立地 现在呢 变成了美国 台湾 日本 三足鼎立 韩国推到哪里去了 而且辉达哥AMD 最近在台湾都建立了 AI研发中心扩大联盟关系 美台双雄的非记忆体市场 2023年620兆韩元 是韩国记忆体市场的3.5倍 推估韩国10奈米以下的市占 将从2022年31% 减到2032年9% 韩国媒体分析 时势所趋 AI服务呢 需要的是客制化晶片 不是通用晶片 台积电已经走在前头 还严格把关半导体的制造跟封装 反观韩国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像是辉达的GPU是台积电生产 工艺的设备材料是日本公司提供 韩国唯一出力的部分 是海力士提供的HBM 也被美光科技取代 拿下了辉达订单 韩国似乎成了一座孤岛 这是半导体晶片 几乎推动了所有现代科技发展 掌握全世界的一个晶片 来自一粒细砂 台湾聚砂成塔 成了一粒全球的AI科技巨塔 台湾 帮助我们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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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